天氣越來越涼 又要進入了這個秋冬吃火鍋的季節了 吃火鍋有人吃海鮮鍋 或者是要牛肉豬肉羊肉鍋 但是下面要告訴您吃到的羊肉到底是不是真的羊肉 高雄地檢署檢方查出來 在新北市跟高雄等三家的工廠 不但在羊肉裡面灌水 或者是餐炸豬肉 甚至只用豬肉來加羊油 低價賣到平價火鍋店 或者是吃到飽餐廳 目前查出來 全台灣有100多間的餐廳都用到了假羊肉 從工廠冷凍庫裡搬出一箱一箱 說是冷凍羊肉 但根本是假羊肉 高雄地檢署檢方會同食用署人員 搜索三家違法工廠 總共搜出1萬多公斤的假羊肉 根據調查 無良業者不斷在羊肉灌水 甚至用豬肉摻炸變成假羊肉 做成火鍋肉捲 還把羊肉分成三個等級 依照羊肉含量的比例增尾分為羊A 羊B 羊C 三級出售 其中A級B級的羊肉在製作羊肉捲之原料中 混餐價格較為低廉 俗稱菊花肉之豬嘴邊肉或碎牛肉 至於C級的羊肉甚至根本不含任何羊肉 羊肉混成豬肉 牛肉甚至根本不是羊肉 只是在豬肉裡天佳羊油 在新北市的華園跟微風公司 都是同一名核心負責人 他的羊肉摻水還分成ABC三種等級 最差的C級完全沒有羊肉成分 賣給全台44間下游商家負責人交保 在高雄的金龍公司 則是羊肉餐豬肉賣給73間商家 黃姓負責人也同樣交保 誇張的是新北市的核心負責人 在檢方搜索前大膽銷毀資料證物 還叫員工從後門逃走 這個羊肉產品銷售給下游的火鍋店 而新莊區的這個公司 總共是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六公斤 那在高雄市的這個金龍肉品公司 是五百九十公斤 根據了解 混沖的是俗稱菊花肉的 豬嘴鞭肉跟牛碎肉 用黏酌劑做成火鍋羊肉捲 低價賣給平價火鍋店 夜市火鍋店 以及吃到飽餐廳 全台賣透透 食安問題再一爆 平價羊肉根本不是真的羊肉 民眾不知道已經吃下去多少 支援人家為spaceV小組 알았어 再oscvez . v v